今天都已經十五月了 是什麼病去世了 腦瘤 腦瘤 不行 你說心酸 你就是兩半就是 誰跟誰都不可能說不計個了 你就咋計個完了 要沒一個 就跟天塌了一樣 他沒了以後 我九個月沒給家吃一個飯 進屋就像上不來氣 就轉一圈趕緊走 跟那個心情 所以有的事吧 就看別人誰 他老伴沒了 他老伴 你只不過聽說沒了 你沒啥反應 你誰沒輪到頭上 誰不知道 老伴的離世 對於大哥來說 是個沉重的打擊 雖然知道人有生老病死 但是當老伴真的離開他而去的時候 這種天塌下來的感覺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一個人的日子 到底有多孤單難熬 想來只有經歷過的人 才會懂 于大哥雖然經常看咱們原來不晚的節目 但始終不敢為自己邁出這一步 不過最終他還是決定報名 為自己爭取一下幸福的權利 這次咱們我報名這個事 我一看真的假的 就是 正好晚上我就給他看見字 這樣放 拿筆我就在寫上 寫完我就直接我就打不去了 那大哥你想找啥樣的 稍微綁一點的 團臉的 擺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那量體的猜疑來講 人家還不如看不上我去 我最得意的是啥你知道嗎 笑面 于大哥喜歡愛笑的人 紅娘想到了同處農安縣的 隨叔支 隨大姐 你好你好 我是紅娘佩佩 隨叔支55歲 離異 現居農安縣 無工作 無勞保 住房面積70平米 姐 你這咋還有一點頭髮呢 這個頭髮吧是我女兒的 我女兒長頭髮到這兒 到腿這兒 那麼長 她從來都留長頭髮 然後她回來要回來住家 我看她一梳下來 這頭髮就掉了可多了 我說你你別扔啊 把這長頭捋起來 然後留著這個 咱們以後留著 就是做紀念也可以 或者咱們賣了也可以 長頭髮挺貴的 想賣錢的 現在賣頭髮 能賣多少錢呢 現在這頭髮 隨著她那個頭髮 就是挺粗的 剪完之後 有的給一千的 或者一千多的 她也沒賣 很多人不知道 這長頭髮挺值錢的 尤其像隨大姐女兒 那麼長的頭髮 如果攢多些 還能賣個好價錢 就此也能看出來 隨大姐 是個很會過日子的人 我特別節儉 看了大姐這個紙盒子 紙盒子前段時間賣了一些 這紙盒箱子也攢 都攢 瓶子也攢 就是攢這個 你看這個絲帶裡頭 就是瓶子 這個你看這個是脫布 試壞了也沒扔 一旦是那個試壞了 展示沒啥試了 她也可以還拿出來 再這樣就是 你怎麼會過呢 那你看你不會過那行嗎 隨大姐之所以這麼會過 也是因為自己的條件不好 可是沒有收入的她 究竟靠什麼來維持生活呢 我條件不是很好 因為我沒有雙保 什麼都沒有 我就年輕時候 就靠打工賺錢 現在年老了 就是打工也費勁了 那你的生活來源呢 生活來源現在就是 靠自己有一點積蓄 然後在家孩子也給我 她也不算是固定地給我錢 就是給我買衣服 有時候給我在網上買東西 給我快遞給我送來 那你一個月的話 大概你能花多少錢呢 我現在一個月吃喝拉薩睡 也就平均夠千八百的點門 我覺得也挺艱辛呢 因為啥我現在沒有勞保啥的 所以說我就花錢 就特別地算益 就 acceler不太邊 我平均地想起來 很溫泉 就到了 我平均地想起來